2017年特区政府将继续全力落实的汉民生福利措施 政府着力保护本地雇员权益 承诺在本届政府任期内装可不输入外雇 最低维生指数维持4050元 继续实行现金分享措施 向永久性居民每人发放9000元 非永久性居民每人5400元 医疗券和电费补贴继续实行 养老金和径老金将会维持分别3450元和8000元 在月就读澳门学生学费津贴计划的位及范围 创展至在深圳和东莞就读幼稚园和高中的澳门学生 推出第三阶段持续进修发展计划 为期三年向年满15岁的本屋居民提供进修资助 本屋现有公屋单位47774个 短中期规划兴建约12600个单位 其中包括在伟龙马路可见公屋的数量 而在长期规划方面将会在新城A区兴建28000个公屋单位 严格执行控车政策 车辆年增长率控制在3.5%以内 新验车中心于今年年底投入使用 明年车辆定期检验年期将缩减至8年 加速图态老旧车辆 另一方面2017年将有4个公共停机场投入使用 可提供超过3600个轻型汽车及电单车泊车位 轻轨探测线建设将进入机电设备安装阶段 可望于2019年通车 250辆普通的士和100辆特别的士 明年将陆续投入市场 乘搭的士更多选择 想知道更多详细的施政报告资讯 请留意力部和力部的相关报道